欢迎收看金领天下ETF00940 雪在愚人节挂牌 结果呢在今天还真的就破发了 而且他的十大成分股呢 是全军覆没 都是出现了下跌的情况 到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还可以安心续棒吗 或者是真的是要卖出了 另外台积电在台湾设厂呢 现在是遍地开花 那么现在呢 法案金领预估说 台积电今年的资本支出呢 预估上修的幅度 可能会超过7% 另外南韩现在通膨压力 真的非常的沉重 在三月份呢 可能是会连续两个月 都飙破3% 现在点一人份的炸鸡 如果加外送费的话呢 可能就要花掉台币 大概800块钱 那么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呢 现在在韩国最流行的宠物 竟然像是养石头 不仅会帮石头来取名字 甚至还会帮石头打扮 中国大陆经济不景气 有很多科技公司 现在压力很大 为了节省成本呢 现在推出了所谓共享员工 真的可以节省成本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你邀请到资深分析师 陈威良 大家好 前基金经理人温建勋 谁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王兆丽 谁好 大家好 荆州刊副总组笔 段施杰 大家好 好 威良看到00940 选在愚人节挂牌 今天竟然真的就破发了 我想这个当然背负了 相信差不多有70万名股东的期待 当然很多人是希望说 这个IPO好像应该 一挂牌之后 会有所谓蜜月行情 我们必须要郑重声明 绝无此事 其实股票有所谓的 可能挂牌后的蜜月行情 可是ETF并没有所谓的 蜜月行情存在 它完完全全就是要去看 它旗下的成分股的表现 那以009事情来说 它只有50档成分股 其实从之前募集完毕之后 陆续进场 大家也看到 这个包括前10大成分股 或者说市场所猜测的 一些其他的成分股 好像这段时间股价 是跌多涨少 所以今天挂牌以后 破发我觉得 应该也是在预料之内 那只不过在于 因为这一次 有高达70万名股东 这个人数真的非常多 非常多 那我们常说一句话 这个所谓的数多必有枯枝 那下一句是 人多必有无资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代表说 有一些真的是 ETF市场的所谓新手 也就是小白 第一次来参与申购 不仅是第一次买高股息ETF 而且它是第一次参与IPO 所以潮源犯了 我刚才所讲这个错误 以为说IPO一定有所谓的蜜月行情 或者说一定是有10元保底 不会跌破这个所谓的 募集发行价 其实都完全是错误的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 因为一开盘没多久 10分钟左右 就已经爆量20万张 所以看起来 当然也有很多所谓的短线客 就干脆 有点就是认赔出场了 那当然有些人可能 因为很紧张 当然也不排除 这当中可能有一些中时户 乃至于大户 当初的申购 完全就是帮营业员做业绩的 因为我听到身边就蛮多 这样子 这个帮营业员就一出手 就是买个以千万为单位的 这个投资申购 所以其实这些大户 反正平常他随便操作 那个赚钱的部位都相当多 所以不太在乎 那无论如何 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说 其实经过了今天大量换手过后 其实让整个ETF市场 慢慢恢复他既有的秩序 因为00940毕竟它是一个高股息ETF 其实过去我们所讲的 每一个高股息ETF 大部分时间拉长来看 大家都能够有丰功伟业 有很好的绩效 因为其实高股息本来就是适合在 以纯股为主轴的投资策略 那你一定是需要用时间来灌溉它 慢慢去发展它的绩效表现 那比如说我们就以最著名的两党高股息的资深大学长 第一个是迈入第十七年的0056 这够久了 其实当初他是以25块钱发行的 然后在2007年12月26号挂牌 07年末 所以大家马上想到什么 他挂牌不久后遇到什么 金融海啸 金融海啸嘛 所以其实他有没有办法 这个继续涨 当然不可能 也是要跟着去表现他的一个股价修正 所以事实上 他不但是什么破发 他还腰斩了 他跌到11.73元 所以包括0056这么知忧的 他们也过去曾经破发过 对这就是重点 我们要讲的就是 这个其实有时候都是一个过程 当然今天大家拿他成立以来的 累计的总绩效 我们把席值也还原之后 赚了271% 大家都鼓掌好棒 可是你不要忘记 当初参与IPO申购的人 他也都经历过这一段过程 那你说这是这个 这个偶尔出现的一个少数特例吗 不是00878 这是高股息里面第二资深的学长 因为他也成立了快要四年了 2020年7月成立了 当初15块钱价格发行的 2020年 看起来也是时运不济 马上就遇到COVID-19 疫情 所以他也是破发 来到14.2 但是最高也涨到22.89 目前也准备要挑战历史新高 所以累积起来也有将近八成的报酬率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认为其实投资高股息 重点不在于 他挂牌之后的一天 乃至于一周或短时间的表现 而是在于 如果你认同他的选股策略 那你有本身 也在为自己的长期的资金规划 做存股累积部位的话 我觉得其实定期定额 或者说你分批加码 导致一个蛮好的策略 所以不要看到00940 说在今天一挂牌 马上就破发 就觉得好担心 刚微良 但我们看到 包括在现在 大家觉得表现非常好 0056 00878 在发行以来 其实也都曾经破发过 不过现在还原 他的席指之后 总报酬率 其实都是很好的 另外我要再请教微良 现在国内五大ETF的这个发行商 他们也发表全球的一个展望 对于第二季的投资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好 那一般进入第二季 随着所谓的作梦行情结束 甚至包括第一季 季底的法人作战行情 也告一个段落 通常如果股市 是在相对高位阶 回档修正的几率是比较高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决定 绝对的 但是就是以相对过往的历史经历来看 可能四五六月 整个股市的行情 会比较清淡一点 甚至做拉回 所以我们参考几大投信的 投资建议来说的话 这当中其实有一些共通点 意中有投 比如说我们看到 以元大投信来说 建议大家标的里面 就有高股息ETF 那另外国泰也有高股息ETF 群益也建议高股息ETF 那另外像中信也建议了 高股息ETF 所以五家投资机构里面 有四家都建议 投资相对防御性会比较高 波动性比较低的高股息ETF 那当然还有更保守的 我们进一步我们看到像元大部分 也有建议美债 那国泰的部分也有建议债券 那群益也有建议债券 富邦也有建议债券 那中国信托也建议债券 原来五家都看好美债 一致通过了 所以看来大家认为的确美债 如果你前面已经有建立一些 基本部位的人还想加码 还没有买好买满的 应该可以趁这个机会 那当然空手的人 也千万不要错过 2024年准备要降息的美债送分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最近应该又有一些法人机构 乃至于大户持续开始加码美债 因为债券ETF 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党 规模都已经突破千亿元了 包括现在规模最大 已经要挑战2000亿元的 就是00679B 已经来到1900多亿元 那后面另外还有六档 这总计加起来 七档债券ETF 其实都是超过千亿规模的 我认为这些债券ETF 都可以纳入你的投资配置 但是大家其实在选标的的时候 不需要太重复 你大概就掌握几个重点 第一个来看 你看名称大概就会知道 它是属于政府所发的公债 还是属于企业所发的公司债 或者说像这个银行所发的 叫做金融债 大概看名称可以分辨出来 当然政府所发的 一定是信用等级特别高 相对来说 它的配息殖利率 会稍微低一些些 另外来看的话 第二个重点就是在于 所谓的存续期间 我们先讲结论就是说 存续期间如果越长 那接下来一旦联准会 假如最快在6月份开始降息 下半年持续降的话 那么每降息一个百分点 债券价格会涨多少 就是看存续期间 比如说存续期间 如果是10年的话 降息1% 就是债券价格会涨10% 同理如果存续期间15年 那债券就会在降息的时候 每1%它就上涨15% 所以我们来看 最近如果以美国的 公债殖利率来说的话 大家注意一下 假设以过去6个月的表现来说 两年期是下跌了45.3个 这个BPS BPS就是0.01% 就代表每一个基点 如果是以30年期来讲的话 是跌34.1% 因为殖利率开始下跌 就代表债券价格已经开始上涨 原本如果时间拉长到6个月为周期 做观察的时候 会发现两年期的债券价格 是涨得比30年期多 所以难怪前一段时间 巴菲特有公告他的投资部位 大部分的资金他拿去买了美债 而且他买的是短债 因为在一开始预期要降息的时候 可能短债的这个殖利率 他会先开始下滑 会下滑的比较明显 然后短债的价格会先涨 涨得比较多 可是如果接下来等到 越接近6月份 年准会真正开始启动降息之后 那事实上长债 它的价格的变化幅度 会有于短债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如果你是看好 接下来降息要赚资本利率的话 买长债会更好 所以我们再把目光就聚焦在 果不其然 如果以过去这一周来说 其实不论是长短天期的殖利率 都是下跌的 也就代表说 短期的战券价格涨 长期的战券价格也在涨 谁涨得多 就看谁的殖利率跌比较多 那这边可以发现 以30年期来说 是跌了10.3个BPS 那10年期是跌了8.3个BPS 相对而言 比较短的两年期 只跌了3.4个BPS 所以这个时候的确 常债的价格表现 已经越来越强了 因此建议就是说 如果第二季 大家担心股市会有一些 高涨震荡的风险的话 这时候呢 你可以开始逢低 加码一些高股息ETF 甚至呢 就是投资的送分题 债券ETF 应该也是一定要纳入投资组合 刚刚完良 但我们看到的是在投信 对于第二季的 这个投资的建议 还是包括在台股 高股息的这个ETF 以及在日股ETF 还有在美债的部分 都可以留意 不过我们说到台股 在第一季静阳 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高股息ETF 有这些资金活水的溢柱之外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来自于在台积电的拉台 我们要请教赵丽 台积电现在真的是遍地开花 一直都在设厂 那么如果现在也传出说 他们的资本支出将会上锈 而且幅度还不小 这样总起来的话 在今年可能会有进兆台币吗 对 没错 我想第一季 你可以看到今年一月份以来 指数的低点 大概是在一万七千一百五十点 那涨到现在刚好来到二零二二二 你知道 两万零二百二十二点 总共大概涨了18% 涨幅大概18% 指数大概涨了3000点 台积电它换算起来的话 就涨幅高达50%以上 就是跟指数来讲 它大概涨了1600多点 你知道吗 贡献指数3000点里面 有1600多点都是台积电 台积电的功劳 对 没错 好 所以台积电重不重要 台积电当然是非常 对 太重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台积电在4月18号 它要举办法说 当然法说会之前 我想外资等等 或者国内的 这一些券商的法人 其实都会对台积电 问很多的问题 问很多的问题不外乎几个 第一个就是 AI占它的比重多高 第二个就是今年的 展望到底是如何 第三个重要的 就是资本支出会不会扩大 我想大概是这样 其他当然毛利率等等这些 我们先讲资本支出的部分 其实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些量产的时间就好了 你就知道 你看有的2025年 对不对 有的2024年下半年 有的2027年 然后日本又要扩厂 台湾也一堆厂 又准备又要盖 所以你说它的资本支出 在今年或明年 怎么可能会少 肯定相对上来讲会蛮多的 再加上一些新进制程 比如Cowars等等这些 所以台积电 它当然是护国神山 我们来看一下 台积电的资本支出来讲 我觉得理论上 而言它当然会上调 因为不管是新建的厂房 或者是这一些的机器设备 Cowars等等 所以法人先预估 今年的资本支出来讲的话 会上调到300到340亿美元 调幅来讲的话大概是7% 超过7% 真的调很多 没错 大概是史上次高 搞不好明年就史上新高了 搞不好今年也有可能 我的意思就是好 在这样的架构之下 你可以发现 台积电的供应链怎样 先涨一些 比如说基础建设的 你看那些做无城市的 汉塘的股价也飙翻了 你知道吗 因为台积电扩厂 你扩厂一定要用那设备 所以设备商就语入俱瞻 就是你看一下 其实它涨它真的是有逻辑 从形容一些基础建设 你盖厂房 盖无城市 然后之后拉设备 设备完了之后量产之后耗材 周边的零组件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一块 4月18号即将要举行 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目前预估第二季的营收来讲的话 大概可以激增5到7%的一个水准 当然毛利率来讲 有可能会受到折旧 因为厂房盖得太多 当然它会产生一些 设备也一样会产生折旧 电价有可能会使它的毛利率 稍微的不如市场的一个预期 不过第二季营收激增5到7% 其实说真的是不错的 所以有外资认为 它假如以价值销售的部分 就是说因为它的折旧 费用越来越高 不管是先进制程的部分 甚至成熟制程的部分来讲 它假如可以调高价格的话 对台积电当然非常的有利 所以它认为乐观 成熟制程也可以调得起来价格 它认为乐观 可以看到1080 所以真的台积电有机会迎接 它的千元时代 我觉得应该是说 短线上来讲当然不太可能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 等一下短线上你要看什么 知情人士当然台积电 因为它既然是护国神山 所以你看日本 美国等等 其实对台积电都非常的重视 所以台积电跟日本九州大学 它形成了所谓的备忘录 合作备忘录 他们要去培育一些 相关的人才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我先跟大家报告 现在全球市值最大的 就是麦克服的部分 麦克服的股价 其实它跟AI当然有关 你看一下它的现行 是不是也是整理 第三大的是NVIDIA部分 第二大是Apple 第三大你看一下 挥打是收尾程度 真的非常大的 它的股价是不是也是整理 AMD因为市值就小了 所以这个关系就相对上来讲 没那么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股价就出现回档 就涨多之后回档 你再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你有沒有发现 跟市值最大的微软 跟市值第三大的NVIDIA 其实它的现行大概是差不多 台积电现在的市值 大概是全球第十大 有时候第八大 有时候第十大 以上周五来讲 大概是第十大 股价都这样 好 我跟大家报告 台积电假如要涨 短时间要涨 肯定一定是靠NVIDIA 跟Microsoft去创高 带动它 假如是它自己本身要涨 肯定要等待它的法 所会对未来的展望 真的释出很乐观的一个讯息 所以我觉得现在 到4月18的法所会之前 台积电基本上 也没有法人想会去动 因为你看这种现行 除非他们两个的股价 真的也可以往上拉 不然的话台积电 大概就是一个整理的架构好 重点来了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在这个地方来讲 刚刚有提到 设备股可以一起同乐 对 它是一个轮动的架构 你要先想 大盘现在的成交量 重始今天还有3500亿 虽然从5700多亿 降到3500 可是还是有量 大型的股票这个地方 因为大家担心指数 真的1月份到现在 低点到现在涨了18% 会怕大型股会不会 就是怕指数拉回 当然就会担心大型股 会不会拉回 中小型股的部分来讲 反而它是有利 因为3000多亿的量 业内内支的部分 肯定在去操作这些的股票 它比较好控制 它的一个筹码好 我跟大家报告 你比如说像星云好了 也跟COLOS设备有关 2月的营收 连续三个月创新高 股价真的是很强 2月营收都创历史新高 工作天数那么少 所以你看它的股价 就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架构 这也是COLOS相关 2月农历年 工作天数那么少 它也可以创历史新高 所以大家对它蛮有期待的 均华跟均豪的部分来讲 你看一下也是COLOS相关 你看上周五的法说会完之后 均华的股价创新高 创历史新高 均豪的股价也离历史新高 也近在咫尺 这个都是COLOS设备的 刚刚提到无城市设备 然后慢慢的当然就是耗财 你看一下盛阳办的部分 我跟大家报告 强将手下吴若斌 大家聊一下我的意思 因为这个都是他的副爸爸 副爸爸这么强的状况之下 事上办他当然是有机会 不管是栽生金融 或者是COLOS的一个部分 我想这一块当然也可以留意 另外的加登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股价来讲的话 这个是所谓的光照盒 跟金元盒的部分 你看他的现行 其实他也又快创下 历史新高的水准 当然因为他的一个 所谓光照盒的部分来讲 台厂的部分大概是百分之百 他的一个金元传递盒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他的一个市占率也非常高 所以你看他的股价来讲 也相对上来讲是比较强的 就是说这些相对上来讲 就是属于周边领主线的部分 就是说这些涨完大涨之后 会拉抬这些的股票 另外的 你比如说像光照好了 光照也很厉害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他要切进所谓的 矽光值的一个领域 因为前一阵子 他有投资所谓的光环 光环的部分来讲 当然有就是说光纤 矽光值等等这一些的一个题材 另外的 他持有光环你看一下 1.35万张 成本是30.4 收盘价38.7 持有全有3.82 3.82万张 成本14.9 收盘价24.8 其实这个 其实他投资真的满厉害的 你看他的一个收盘价 都比他的成本来得高很多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母一子归 母一子归 当你所谓的一个转投资的 这些公司的价值 水涨船高的话 当然对母公司的部分 也是正面的 好 我们再紧张赵丽 现在盘面上比较低基期 还有补涨行情 是不是还有被动元件 对 没错 我刚刚提到的 其实现在的选股逻辑 你真的要往股价位阶低的去 然后具备题材 刚刚提到的是这样 另外一个 其实你可以发现 被动元件也是相同的状况 其实国际的一个法说 他也讲了 大概第二季就开始会慢慢的上来 其实有些被动元件 你不要忽略了 去年的EPS 其实它是比前一年成长的 只是大家的焦点 也没有在被动元件上好 我跟大家要报告 被动元件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不管是AI伺服器等等 其实它用到被动元件的量 它会更多 被动元件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被动元件分很多的种类 其实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其实我跟大家要报告 是电感 中高阶的电感是最缺的 所以你看到最近股价 你假如说用最近三个月来看好了 其实你去自己搜寻好了 电感的 在被动元件里面的股票 都比其他的MLCC等等这些 来得强势太多了 这一次辉打他们发表 号称是地表最强的AI晶片 它就会让被动元件的电感的需求量 用量要标准 你看用量 Blakeway的部分来讲的话 用量会标准2到3倍 你看一下量上来之后 它的单价会比一般的高 所以你看到这个层数的效果 当然是大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过 其实被动元件的电感的部分 你要特别留意 另外的当然你比如说像 AIPC等等这些 MLCC的一个用量当然都会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股价的部分 其实你看一下 大家耳熟能详2 3H的国具 你有没有发现 股价就这样 你看一下好像打底完成 然后突然之间慢慢的上来 就拉一根红棒 这个龙头 龙头的都已经先行了你知道吗 第二档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像华星科好了 这个在今天还没拉到之前 大家也是看它 好像没什么感觉你知道吗 好像有底部可是不太确立 结果今天拉起来之后 好像真的底部确定了 对不对 它也是华星集团的股票 我想股价来讲的话也有机会 另外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电感 台信科 3357的台信科的部分 它的法术会它也讲 打入AI伺服器车用 DDR5 电感的一个新品它会放量 另外它持有玉邦的部分 其实玉邦的股价也创新高 所以它也模一只贵你知道吗 然后server 这些AI的应用 所以这个我跟大家报道 这个是所谓的除息 你看上礼拜有除息 今天就马上填息了 你说你把它还原权子 这个离新高也非常的一个劲 雷克的部分来讲 它也是被动元件 当然它跟Core Wars 相对上来讲有关 所以它有一些题材性 你看一下它的股价 也创下波段性高 所以我觉得其实被动元件 它也会就短波段而言 它也会慢慢的热起来的 好 刚刚赵立大 我们看到是 回答在这次发表 地表最强的AI晶片的加持之下 那么被动元件是跟着受惠 当然我们说到科技股 影响很大的 还有到底有没有通膨的问题 现在不只是 台湾通膨问题很严重 然后请建讯带我们看 南韩现在是不是也有通膨的风暴呢 现在我们说点一份炸机 有一人份的 而且再加上外送费 竟然要台币800块钱 我们每次都说我们好想赢南韩 通膨胀我们就赢南韩了 南韩的通膨现在有多严重呢 大概就是3%以上 一般温和的通膨我们喜欢 就是1% 2% 因为它是象征经济 稳定成长的一个象征 但是超过3%以上就会有问题了 那个通膨的亮灯就开始亮了 南韩的三月份有可能会从3.1 微增加到3.2 所以你刚才讲的 韩国你会想到美食什么 第一个泡菜 第二个就是炸机 南韩三大的炸机品牌 乔村BHC跟BBQ 一份大概已经超过500块了 加上外送费 如果要两三百块 所以一个你在家里面吃 就要超过大概800块钱左右 好贵 很贵对不对 那你说好吧 我在家里自己煮 苹果跟马尼薯也都很贵 根据这个统计南韩的苹果 现在一公斤要多少 台币220元 你说南韩的苹果 为什么会这么贵 全球排第一贵 南韩没有产苹果吗 我特别去查了 南韩有产苹果 南韩有产苹果 他们苹果其实还蛮好吃 对 而且还蛮有名 我们台湾都买得到 那台湾大概 大概只要大概一半不到 就买得到 像我去市场 苹果一袋在一百块钱 大概就有四颗到五颗 非常好 那你说像马铃薯跟香蕉 也是在全球排名前一前二的 所以我觉得南韩的 这个原物料的价格变这么高 不知道是不是 它的产销失衡 或者是有菜虫的问题 不然南韩自己产这么多苹果 理論上不应该这么贵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南韩最近在过年完毕之后 它本来在一般的市场 要买6500块 然后这个超市买要9000块 也是比去年 跪了9%跟6%这么多 高丽菜一颗150块钱 像高丽菜这些主妇就很有感 所以高丽菜 不管是高丽菜 马铃薯 炸鸡 都通货膨胀炸的 可以说是有点名怨 四起的感觉 所以年轻人怎么办 赚不到钱 通货膨胀 我养宠物 我养不花钱的石头 总行了吧 好 所以现在很有名的叫做 小石头的宠物石头 把石头当宠物吗 我们要好好的 呵护它 打扮它 照顾它 请double tag一下这张图 你看这个石头上面 它把它带一个小帽子 旁边一个小床 然后它可以弹钢琴 它可以打电脑 它还有喝饮料 最后给它带一个小帽 才给它 它没有给它盖被子 其实可以盖被子 它还有名字 当然要你给它 你养它 当然要给它名字 就像如果说我们去 这个养狗或养猫 我们是不是叫饲料 偶尔要加菜便罐头 溜出去的话 是不是偶尔要剪大便 或者叫铲食官 那石头没有这个问题 不用饲料也不用铲食 对 所以非常的好 这都是大家在压力很大底下 穷极无聊的养石头 你讲到穷极无聊 就是南韩它是2022年 全亚洲工时最高的一个国家 所以在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除了养石头 最近南韩还发明一个什么 叫做发呆大会 就大家来比赛发呆不能动 看谁比较这个厉害会发呆 结果四千个南韩人在报名 所以你看南韩的情况变成这样 非常的有趣 好 虽然他们现在通膨压力很大 但他们其实在网路上消费的实力 还是蛮强的 南韩的人口大概是五千一百万左右 但是他如果说以这个电商的市场的话 在全球他只有落后像是美中 然后还有像是日本 英国 但这些国家其实人口都是破亿的 所以像是连阿里巴巴 现在都要到南韩去攻城略地 所以我们这一趟要讲的是 阿里巴巴进攻阿里郎的故事 因为淘宝的终端的售价 就是很多制造业的净价成本甚至不到 那你怎么跟他竞争 那如果现在低价商品入侵的话 南韩的企业会不会更雪上加霜 那就惨了嘛 你看我们举个例子 南韩有一个玩具制造商 最近涨了减产百分之五十 他说为什么 他价格不到我们的一半 所以根本无法竞争 所以工厂都要倒闭 所以遇到了很多淘宝 都是没有救的情况 那南韩的关税厅他也说 从中国的跨境电商的金额 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八 所以以前这个跨境电商 都没有关税的这个保护 所以就变成说 淘宝就大蜡的直接 进入了南韩市场 也打击了他们的这个 南韩的制造业 好 刚刚建讯 带我们看到现在南韩的情况 我们现在回到国内要来关心 就是老字号的家电厂 申宝 申宝现在代理了日本的餐饮连锁品牌 我们要请教副总竹笔 建议军餐饮业的背后 它其实更大的目的 是要抢高龄的商机 对 我们知道 申宝已经成立了88年 算是一家老店 它的家电是陪着我们长大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环境竞争非常的激烈 就是变化得很快 所以这些传统的大厂 他们也在想说 我要怎么样来转型 像他们的总裁程申廷就说 申宝未来就会慢慢走向 生活服务产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像 如果说高科技的话 其实他们已经落后别人很多了 你再去投入 其实也没有办法跟别人竞争 不如就运用别人的这些高科技技术 来专注在提升服务上面 比如说2019年 其实他们就跟日方合作 就跨足了餐饮产业 就是说申宝出资亿元 然后日方帮他们设计菜单 还有培训人员等等 那就开了第一家门市 但是没有多久就遇上疫情 这个营业额当然就直接砍半 不过虽然是餐饮门外汉 这个陈盛田并没有气馁 他说做事业哪有在灰心的 对不对 事业没有三五年 怎么会成功 所以看得出来江海是老的辣 我们知道 其实他要跨入的另外一个领域 就是乐林宅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蛮夯的 对不对 因为现在这个成人的子尿布 都已经超过婴儿的子尿布了 而且台湾明年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 对对 所以这个老龄商机 特别受到这个竹木 大家很多投入这个养生村等等 那他的这个菊青春 就在这个新北市土城 在去年正式的动工了 他大概有116间房 然后只租不卖 那预计可能后年会开始营运 那其实陈盛田就说 这个枫叶从绿色 要转到橘红色的时候 其实是最漂亮的 他觉得他希望说 这些老人家营法族 其实也能够为自己活得精彩 那他说很多人都跟他一样 25岁以前都在念书 25岁到60岁都在拼命工作 照顾家庭 那什么时候才有真正为自己想 对不对 所以现在不想 将来就会那个 那再来的话 他这个入住的条件60岁以上 然后规划15坪到30坪的套房 那他们估月租金可能要6到10万 其实不便宜 他是供这个顶级的 那其实这个外面的人就觉得说 其实硬体并不是最重要 你要提供给这些顶级的高龄族 什么服务 对不对 才是他们真正在意的 那当然像一些什么 生活秘书 然后合作这个私人的旅游行程 举办生日宴会等等 那当然回过头来 这个申宝做的是家电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个家电 发挥的淋漓尽致 那他们可能就要打造一些 这些乐龄的家电 比如说遥控器这个字就不能太小 对不对 要很大 然后操作功能不要太复杂 那或者说洗衣机 你就不需要弯腰 就可以操作 就是都是适合高龄者来使用的 对 所以说这个高龄化的商机 也是会受到大家的瞩目 好 其实除了申保之外 现在很多比较老字号的公司 都开始要转型了 像是这个白鸡 白肉鸡的这个大厂 蒲丰 蒲丰他从肉品做到电商 然后再来抢供素食的市场 那这些一连串的转型都是为了要求生存 对 像这个蒲丰公告 这个去年营收已经292亿元了 其实连五年营收创新高 那其实国人吃鸡肉其实也是越吃越多 近十年来 已经从平均每年吃32公斤 增加到40公斤了 那现在我们一年平均要吃355颗蛋 是不是相当于一点就吃掉一颗蛋了 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台湾蒲丰 并不是本土企业 它是泰国跟台湾混血 它的母公司就是泰国的这个政大集团 非常有名 大家都知道 那这个董作呢 蒲丰丰现在已经88岁了 对那他是公司最大的这个个人的股东 那他就说呢 其实他投资从来没有失败过 发下豪雨 对不对 他说呢 除了他经验老到之外 当然很多是借重这个海外的资源 比如说呢 像这个台湾 我们知道像如果我们去吃炸鸡 我都说可以给我鸡腿肉的部位 对不对 台湾人喜欢吃鸡腿 但其实很多欧美人他们喜欢吃的是鸡胸肉 对 因为我们会觉得鸡胸肉好像有点柴 柴 对 但是呢 他就发现 这个泰国母公司 出口了很多这个鸡胸肉到日本 然后为什么呢 他们就发现说原来是这个日本的女性 他们为了这个追求健康 他们都把这个高蛋白但是低脂的这个鸡胸肉 当成这个减肥的盛品 所以就跟泰国订了很多的这个鸡胸肉 所以这个浦峰发现了这个商机 他就马上也如法炮制 那他推出了这个即时鸡胸肉 那一个月就卖出了超过12万片的好成鸡 那后来当然又增加一些选择性 那营业也随之上涨 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郑伍岳在早年 刚接下这个浦峰集团的时候 这个浦峰的骨架带走各位数 因为当时他这个饲料就占了7成 超过7成 那但是他就把这个超过7成 然后他就因此把这个 他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就是到现在浦峰都还是追寻的这个原则 就是说没有投入你就没有未来 所以包括像他去年就投入了20亿在扩产 从这个饲料然后养殖分切 然后通入电商通通都一条龙 那我们知道这个从头做到尾的好处 其实就是说你的成本会降低 利润会更高 那其实在浦峰里面也有这个一个说法就是 如果你是做饲料的话 你就是高中班 然后如果你做这个养鸡 你就是这个大学班 大学 对 那肉品加工你就是硕士班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越贴近消费者 挑战就越大 因为你要随时迎合这个市场的口味变化 那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 这个即食鸡胸肉 或者说这个蛋类加工产品 欧姆蛋 玉子骚等等 所以其实他们也做了很多这个进步 那当然呢 现在企业要转型 对不对 那做鸡肉它变成要做什么肉 做植物肉 那当然就是因为台湾素食的人口很多 然后搭上植物肉的话题 其实不只是捕风 包括这个大臣 他也在这个积极的研发当中 那其实我们知道台湾吃素的人很多嘛 吃素300多万人都吃素 对那植物肉原本就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那台湾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目前呢 这个树肉主要的来源是大豆嘛 那大豆我们知道也是捕风很熟悉的 这个大宗的物资品项 那所以说呢 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研发这个植物肉 那所以看得出来这些传统的大厂 其实这个经营者都还站在第一线 然后很拼很努力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要来看 中国大陆现在因为经济不好 很多科技公司他们压力都很大 现在还推出所谓这个共享员工 真的可以省下成本吗 先休息一下稍要了解 你知道中国大陆现在经济不景气 尤其让很多的科技公司面临很大的压力 只是没有想到建勋 他们现在为了要节省成本 推出了共享员工 员工怎么共享 你要讲说看起来好像很cost down 看起来很棒 叫共享员工 那其实他反映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乱想 我们现在来讲 这个共享员工这东西 它是由中国官媒所正式发文的 所以也就是说 中国的官媒可能想要带这个风向 跟你讲说我这个员工呢 我同时兼好几份工作 同时兼了ABC的工作 所以我的收入就可以增加四成到五成 听起来好像很棒棒 但是你有商业逻辑的一听 就知道很奇怪对不对 好 我们讲说这个人力 外包跟人力派遣 已经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不要讲糟糕 就是说对员工来讲 他可能是一年一派 可能有一些权力就会受损 对 或者短期工 那我今天不但被派遣了 而且我还是共享的被派遣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今天有A 是兼职吗 对 就说ABC三个电视台 大家要cost down 就找了一个共享的摄影师 找了共享的会计师 找了共享的主持人 找了共享的化妆师 听起来就很怪嘛 对不对 因为就好像part time 一个人就同时兼了三四份 四五份的工作 所以中国官媒要讲的 共享员工 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说这其实是不错的 因为对这个企业来讲 我可以cost down 我可以减少了5%到10% 那员工因为你同时 也兼了好几份工作 所以你的收入比重 多了四成到五成 看起来好像增加满多的 但是斐鱼 你不觉得怪怪的吗 哪里怪怪的 而且是央视财经所报道的 第一个 你的这个五险一金 就是我们现在的劳健保 你到底是要挂在 ABC三间公司的哪一间 是不是很怪 第二个 你把员工弄得这么有效率 那请问一下 你的失业率是不是要飙高了 我不需要这么多人 我不需要这么多的摄影师 不需要这么多的会议师 三间公司只要请一个人 对嘛 所以你有点概念 有点逻辑 你就知道这个其实很怪 你对于旧失业率 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你只能粉饰太平说 好像有些大家的薪水变高了 但其实对于失业率来讲 我其实一看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很多的网民就在酸了 这是官媒又在秀 创造新词的能力 但是没有解决到的问题 然后像最近中国的超商 也有一个广告 被大家热烈讨论 这广告是什么 就是说超商 我在聘收银员 请支援收银这样的人 他总共是18岁到30岁 那网友就暴动了 那我33岁怎么办 我35岁怎么办 这样有算是年龄歧视 我不就原地被淘汰吗 在台湾的牢基法 应该是不被允许 但是大家就要讨论说 光是一个简单的 18到30岁的招聘的一个广告 就吸引了1.4亿次的浏览 跟4万多条的评论 反映就是说 那我现在30几岁的年轻人 甚至40几岁 像我们这种该怎么办 在就业市场 就变成了非常的弱势 那不止如此 因为中国还有很大的农工 大概占了快3亿人口这么多 这些老的农工的就业 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弱势 像譬如说 他有一个40几岁的一个人 他在山西饲养的生畜25年 那收入只有多少 现台币1万4千多块 非常低 每个月就是台币不到1万5 对 而且他没有养过 没有缴过这个无限一斤 对 那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 年轻人来讲 无论薪资多低 他都愿意做 因为年纪大的人 就根本找不到工作 那最近有一个 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在上海 也有出现了很多 比较光外陆离的情况 因为上海现在空置率很高 失业率也很高 所以上海出现了一些怪现象 什么怪现象 日本料理店不见了 像譬如说我们电视台附近 一定有很多日本料理 就是中间卖的商业午餐 就一克大概200块 300块 大概还算可以接受 那这些日料店全部都倒了 而且卖就是卖不动就倒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上班族没钱 就只好提个太子 自己去征便当 自己征便当 所以旁边的 卖日本料理就挂了 为了省钱 第二个 大家不是说 这个公司对我不好 我要想办法跳槽吗 最近这些事情都不见了 不管在兄弟群 朋友群 家人群 跳槽换工作 大家都不讨论 现在只要有保个工作 保个顶 就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了 所以这也是 这个奇怪现象之一 那再来 现在有一些上海的办公室 居然不用钱 不用钱这么好 想想看怎么可能 上海的 这个办公室 以前是这么贵的 但是因为现在 你只要付 管理费水电就可以 因为对于很多办公大楼来讲 我空了很多 很难看 所以你就过来 帮我充个人数 充个厂 反而我就租金 就不收你 看起来就不那么奇怪 就比较好租了 不过再请教简讯 你刚刚说 这些公司为了省钱 用共享员工 好 那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就是欠员工薪水 因为欠员工薪水 现在中国大陆 真的很严重 我们讲说 中国大陆 现在各方面的经济不好 其实它反映的是地方债 地方要想办法生钱 对不对 钱从哪边生 羊毛出在羊身上 就出在纳税人身上 不管是本国人 还是外国人 都受到了一些影响 特别是外国人 所以外国人 现在你只要 有一些官司的问题 或者是欠税 或者是欠员工的钱 他就给你尽管 尽管就是说你出不去 回不去你的母国 直接对外国人来讲 还有像对台湾人来讲 也是吓死了 像有一个外商 因为欠了7000块美元 说实在不多 台币大概22万 就出不去 他就被拘留了 就被拘留 他拘留的意思 不是说我把你关起来 是说你就在中国境内 不能出境了 等你什么时候 把事情解决了 把钱还完了 你才可以乖乖的出国 你看像有一个 住在中国的美国高干 他前往回去旧金山 他去浦东的时候 他就说你不可以离开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 然后他去另外一个机场的时候 也是这样 这样子的话 这个高管就被困在中国 他没有被收押 但是他就无法离开中国 回到美国 所以这一招对于很多美国企业 来讲是蛮担心的 因为他的人生 现在不自由了 另外在最近习近平 他也出来喊话了 在三月底的时候 他出来上对一些美国的 大型企业出来喊话 出来的有谁 像高通的执行长 博通的执行长 黑石的执行长等等 理论上应该是信心喊话 跟你讲说中国好棒棒 中国你赶快再来投资等等 但是这些羽会的人 出来之后脸色一变 说惨了 越听越害怕怎么办 因为习近平他说 我们应该是可以健康持续 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 但我已经知道怎么解决了 但实际上我们刚才讲了 尽管的事情让很多外国人紧张 那同时这些羽会的人就发现 你在中国被发现 有钱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你可能会被共同富裕 你可能会被尽管 用各种的原因 那像譬如说有些有钱人 他就赶快把我的飞机卖掉了 以免被尽管等等 以免怕被共同富裕 所以他们跟习近平见面 那座谈一个多小时之后 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展望 并没有变得更乐观 而且更明确的来讲 习近平对于国进民退 这四个字是更明确的 很多投资人 或者这些大企业来讲说 你国进民退 那我们民间的企业 是要退到哪边 退到太平洋 还是退到黄河 黄海 那习近平他说 我们你讲的这些是小企业 小企业永远不能跟 国有的大企业比 所以这些国进民退的这个趋势 看起来是越来越明确 有没有习近平特别强调 中国的治理政策不会改变 所以这些与会的 这些美国企业参加完毕之后 是更没有信心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关心 小敏他们推出的这个 纯电动车 原本在预购的时候 真的卖得非常的好 不过在很短时间 却出现了这个退定潮 而且现在还传出 连定金都没办法拿回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关心 小米的纯电动车 它在预购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热卖 不问微量 为什么马上就传出 很多人要退定 而且连定金都拿不回来 好 那首先 为什么会热卖 先看车的外观造型 毕竟这个造型出去 拉不拉风很重要 那有人说这个很像 这个保时捷的外观 所以有人就称为 这一款车根本就是 米时捷 那当然其实价格 非常清明是一个关键 对 那其实售价的 标准版来讲的话 是21.59万人民币 那折预台币大概 就是百万油涨 不到百万台币 对 百万台币 然后你就可以开 这个纯电的车 然后又是这个 这么跑车形式的 这么拉风的一个车子 那但是重点就是 他宣称了24小时 就被订了八万多台 可是很多人 就开始要退订了 就发现没办法退 为什么 官方原本讲说 七天内是无条件退钱 可是一般电动车 在销售流程当中 它有分成所谓的 小订跟大订 订金 有分小订大订 那如果是小订 一般来说七天内 你都可以反悔 那因为这个有点像是 只是一个 你表达了购买的意愿 或者说你有一个 优先申购权 那大订一旦你确认之后 那这整个汽车的生产 就会进入到排程 就不能退订金了 这是以往的一个操作过程 可是小米这次推电动车 它其实把这个 所谓的一个订金 锁定的权利 放在它的APP里面 让消费者自行去做一个 算是点选 所以很多人第一次 抢大认潮 因为想要赶快 我也下个订单 然后就可以跟朋友炫耀说 你看我也准备来买这一台 只是跟风来下订而已 对 这边这么帅的车 你看我也下订了 就发现说 其实因为你已经点了 而且点了三次锁定订单之后 基本上这台车就确认 已经进入到生产盘升 所以完全不能就是要求退订 而且法律咨询专家也说到 其实小米这次有一个 算是小小的陷阱 我们讲的订金 一般来讲会是这个 这个字订金 延字旁的 这个订金在法律上是可以退订的 但是其实小米用的是这个字 我们不是打错字 它是确定的订 对 这个在法律上的意义是不同 这个订金是不能退的 对 那当然其实讲到电动车 我觉得很多人也担心说 电动车未来就是低价化了 所以会不会就像是一个电子产品一样 过去的PC NB或手机 其实相关你组件的价格都越来越低 会不会有营收 但是毛利越来越差 所以我们看了 其实相关切入到小米电动车供应链股票 目前来说股价其实都还是多方趋势 那我认为相关女主件 不管是返甲或华通 或者说其他个股 大家以后就多注意一下 如果他们毛利率相对比较高的话 其实就有护城和优势 那尤其如果说毛利持续增长的话 那代表公司应该还是有多角化 经营其他的产品别 好 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关心 在监视四月一号 余仁节不少 店家推出了一些恶搞的商品 结果还卖得非常好 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看 今天是四月一号愚仁节 其实很多的店家 我们要请副总主币带我们看 他们都推出一些限定恶搞的商品 而且据说买得很好 对 有没有觉得到了四月一号愚仁节 有一种处处是危机 处处是陷阱的感觉 那我们知道像这个必胜客 最近推出了这个超阿贵披萨 你知道吗 超阿贵披萨 对 其实他推出了一连串 很特别像之前的那个蜗蜜蜜 还有臭豆腐披萨 对 还有巨人的禁忌 猪血糕披萨 对 有香菜有凤爪 但是我网路都说 连意大利人都要打过来了 对不对 那今年他们又更胜一筹了 他们推出了蜡隔圈圈 知心蛇圈圈 只有披萨外面那一圈 只有外面那一圈而已 对 没有别的 没有料 然后还有真的有做了一个舌头 然后甚至他们的店员都发文碳 这个公司真的是无极限 真的 对 真的非常的厉害 那再来我们也看到一个 这个从小吃到大的红叶蛋糕 大家一看到这个蛋糕 第一个想到什么 这蛋糕还没做完 如果你收到可能会退货 对 但是呢 这个红叶表示说 今年除了满满的鲜奶油之外 就没有其他装饰品了 就是要让你猜不出来 里面可能是什么口味 真的非常的特别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个也蛮猛的 它叫做珍珠白的饮料 珍珠白 但是它就只有珍珠 看起来这真的是开水嘛 对 它就只有冰块跟糖 跟开水跟珍珠 所以它叫做珍珠白 所以非常的特别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针鲜寿司 它也要推出这个白饭盲盒 盲盒 对 就是它看起来都是白饭 对不对 对 它看不出来 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 但是它翻过来呢 原来它料 其实里面料还蛮丰富的 对 它料都在下面 那但是你根本不知道 你会吃到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就推出一个盲盒 那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 就是最难喝的那题 对 这个不知道 大家会不会有兴趣点 它说它推出时尚最难喝的鲜奶茶 就是你没有办法选择 到底里面装什么东西 就是盲盒有没有 就是不知道会喝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它们真的都非常的有创意 然后包括有一些那个什么 还有这个打翻饮料仿真模型 这看起来真的整个饮料都破搭 在键盘上的感觉很难清理 对 如果你看到这个 你的桌子上出现这个东西 真的会吓一跳 那我记得以前念书的时候 还很流行 我们把那些